城隍爺聖誕 不爽民眾到廟裡拜拜 甚至求取禁服禁聲 在道教儀式裡 禁服是用來去除無形的晦氣 現城隍廟會提供給信徒索取 以往一年頂多兩百多張 今年半年不到就被拿了一千多張 暴增五倍以上 難不成Pamia特別多嗎 感覺可能工作上比較不順利 禁服會有什麼功用 應該會讓心情比較平靜一點 有時候行程會比較不順 有時候被嚇到 還是說晚上的時候 睡眠會比較常常做夢 年輕信眾心情不好 工作不順都來求禁服 這也難怪供不應求 廟房說這禁服跟平安服可不一樣 隨身攜帶好好讓我們安全 政府出門去煮個拍咪 還是去告一條東西 還是去旁邊灌燃燒 除了禁服之外 廟房還準備了搜禁服及土服 廟房說禁服要粉化禁身或化在水中拿來清拍全身 而保平安用的平安服是拿來水身攜帶的 用法不一千萬別搞錯 廟房也強調不論平安服或禁服 都得向神明拜拜後 直交索取不可以亂用 TVBS新聞 跟顧手倉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